一名76岁的游姓老翁骑机车从吉安乡吉城二街口往东行驶时 遭到一名同为76岁的林姓老翁开车撞飞 而林姓老翁头部以及胸部受到重创 经消防人员送医后在下午2点31分宣告重伤不治 游姓老翁在吉城二街路口等停红灯 等待绿灯亮起时他依规定骑乘机车向前行 没想到一辆小货车从台九县由北往南行驶 居然闯红灯直接撞上游姓老翁 旁人怠速是机车与汽车发生事故 我们急救人员到达现场进行初步评估 发现患者倒握在地上口鼻皆有流血 预予长背板固定清理伤口这些爆炸 然后送往医院急救 在车上患者有照动之行情 我们也预予固定 然后送往医院后交由医院端处置 警方以及消防队员赶赴现场 消防人员进行初步的救治 发现老翁口鼻皆是流血 立即将他转送直系医院急救 老翁仍然因伤重不治 而造势的76岁林姓老翁 经警方九册 九册子为零 警方在讯后依过失致死罪嫌将全案移送花莲地坚署侦办 记者林杰吉安湘采访报导